公共场所的女厕所经常大排长龙 让女士们大吐苦水 香港考虑立法将公共场所的女厕和男厕的比例 从目前的1比1提高到2比1 以尖短女性排队如厕的时间 公共场所女厕部族的问题 已经在香港扰攘多年 为了解决女性之急 乌鱼署考虑在新建的购物商场和商贸中心 增加女厕的厕格 目前规划的男女厕格比例是1比1 但不是所有购物商场都遵循这个准则 在一家商场的一层楼里 发现男厕格和小便池有26个 女厕格只有15个 香港厕所协会调查显示 妇女上厕所的平均时间比男性多出40% 民主党因此提议 每建一个男厕格就要有两个女厕格 同时建议设立额外的中性厕所 一旦女厕大排长龙时 女性有多一种选择 而且可以方便民众照顾不同性别的年长亲人和小孩入策 明镜与点点栏目